2015年4月25号 一场瑞士规模7.8的大地震 西吉尼泊尔 这个亚洲最穷苦的国家 地震当下天摇地动 观光客录下了骇人的影像 鸟兽飞逃 烟尘四起 人们惊慌失措 当地的地标60公尺高的比姆森塔 瞬间就化为平地 只剩下了10公尺高的瓦砾 而底下大约埋了200人 浅存地震的能量强大 超过了汶川地震1.4倍 整个家的满都 也因为地震移动了三公尺 估计超过7000人往生 60万栋的房屋损毁 而劫后余生的灾民 则在断源残壁中辛苦求生 雨季又即将来临 慈禁人在震后的第一时间 立即地积极整队 在4月27号 第一梯次的震载医疗团 出发前往尼泊尔 突破了交通 行医许可等等重重的难关之后 在29号展开了疫诊 短短一个星期 看诊就超过了1000人 物资的援助也超过6万人 除了行动医疗之外 持续进行的热食发放 访试关怀 以及大型的发放 都是期盼能够 抚慰灾民受创的身心 而接下来的重建之路 尽管每一步都艰辛 但慈禁人的陪伴与援助 不会停息 5月3号 他们诞生在尼泊尔大镇后 满目疮痍的灾区 双胞胎来到人世 为镇后创伤的土地 带来新生的希望 这对小宝贝分别有3000公克 及2900公克 预产期原本在地震前一周 当时是要进行剖腹的 却因为突如其来的天灾 延后诞生 成了地震宝宝 台中慈禁医院麻醉科医师林昌宏 在正在议诊过程中 和当地医师合作 共同为这对双胞胎接生 也透过脸书分享了这份喜悦 如果提早一个多礼拜出生 这对双胞胎应该会看到 更完整美好的家园 但就在2015年4月25号 一阵天摇地洞 镇毁了古国的乐土 这是尼泊尔81年以来 最严重的一次地震 瑞士规模7.8 镇央位于尼泊尔首都 加德满都西北方 约77公里处 镇圆深度大约15公里 受波及范围包括尼泊尔 印度北部 巴基斯坦 孟加拉 布丹和中国西藏部分区域 这起地震主要是因为 欧亚板块和印澳板块 互相挤压碰撞所造成的 而尼泊尔境内 更有超过90条段曾经过 地震阴阴影始终笼罩不散 过去几次地震 以1934年的死伤最为惨重 而这次的则是最靠近首都加德满都 死伤人数持续攀升 官方预测数字更是让人心寒 尼泊尔境内多是木造砖器的房子 经不起大阵摇晃 瞬间崩碎成瓦砾堆 加德满都在1932年新建的百年古迹 九层楼的比姆森塔 以及距离首都13公里的阿克塔普尔古城 顿时成了废墟 如同轰炸过后的场景 根据联合国统计 尼泊尔一共有60万栋房屋 在大阵中毁损 超过200万人流离失所 从空拍画面可以看到 加德满都许多云来的空地 都搭满了帐篷 画面上密密麻麻的红点 就是帐篷分布的区域 尽管如此 能收容的灾民却不到4万人 大阵后 许多灾民急着想逃出围城 你看到有人抱着自己 那个很粗糙的地毯 拿着破的锅碗瓢 电风扇 还有人抱着两只鸡 那个就是逃难 真的是逃难 而各国救难人员 却忙着进到重灾区救人 尼泊尔地震消息传回台湾 此际基金会在花莲禁思经社 成立了镇灾协调中心 等立刻组成镇灾医疗团 15名团员 包含内科外科急诊 创伤专业的四位医师 带着一公顿的医疗器材 前进灾区 但这趟路曲折重重 超过一顿的衣彩 这个尼泊航空转给太行 这是个大问题 即使是当天 在空中也过盘旋了一个半小时 后来我们下来才知道 总共只有九个停机坪 此际正在医疗团一踏上尼泊尔国土 看到的全是尘土飞沙 那他们就像我们要口罩 那单第一个给 那么后来就一直来 因为当地土砖的房子 倒了之后 非常多的沙尘 那个风一吹 就是风沙非常的大 然后他们眼睛非常的不舒服 所以来需要饮药水的人也很多 我现在脑海里 还是那个很大的风沙 很大的灰尘 还有很大的喇叭和噪音 为了全面了解灾区状况 勘灾和医疗分两路并行 医疹团首先来到巴塔普古城的 健康照护中心 并配合行动医疗车巡回 勘灾团则是走访了巴塔普 及距离加德满都一个小时车程的卡布列 深入了解灾民需求 我们已经在发生了 我们在发生了 然后在近所的病毒 这个病毒 他们还可以吗 没有他们在了 他们还可以 大家还可以吗 真的 都可以吗 正在医疗团辗转好不容易取得了 尼泊尔健康与人口卫生部所合发的准证之后 立刻拜会当地医疗院所 确立一整地点 伤患不能等 医师们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 一切从简 只见帐篷里的一张小桌子 摆满药品及医疗用具 就地开始看诊 他们治疗创伤病痛 也试着抚慰惶恐的心 台年双方的医疗交流 更因此建立了默契 他们的医师 他们的护理人员非常欢迎我们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有一些物资 我们台湾过来 他们比较缺乏的 我们可以提供 那我们这边有一些检疫的物资 他们可以帮帮我们 所以这是一个双方可以 互相合作的一个很好的点 地诊灾区 夜里没有电 漆黑一片 帽子上微弱的灯光 引领着正在医疗团成员的脚步 走过点梗 走进帐篷区 想要去议诊 在那个点 但是我想先知道 他们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况 所以前一天晚上 我先去探勘一下 跟我们的团员 那到了那儿其实就黑了 那还好有这个帽子 那么可以给我们 因为那个地方都没有电 那个帐篷晚上是黑的 所以还好有这个帽子 可以说是照亮了我们前面的路 这领帽子 小兵力大功 甚至还成为手术台上的明灯 其实这个帽子 连那个红丝智慧有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志工 那么我有碰到挪威的 有碰到瑞典的 那么有来自 他们看到我们这个太阳能板 然后前面有灯光 后面有这个红灯 他们都觉得很细心 而且很先进 所以他还借去看看 那这个帽子 其实警员长有说 他们在这个开刀的时候用了一下下 那另外我看诊的时候 看这个喉咙的感染 前一天晚上看灾后发现 在马德哈布 有一百多户全岛 一千多人住在四五个帐篷区 隔天一来 现场立刻搭好了医疗站 再去现场 每个伤患都考验着医师的 临场应变能力 十二岁的小女孩 右脚脚踝骨折 现场没有甲板 李医工主任集中生斥 固定了伤肢 马上用厚的纸板 帮她做了一个固定 固定起来又用弹性帽 来帮她包插好 除了医疗站 正在医疗团的医师们 也搭着行动医疗车 前往民宅跟帐篷内往诊 帮助行动不便的长者及伤患 踩着满地碎石瓦砾 他们行医的脚步马不停蹄 只希望能医治更多患者 正在现场骨折伤患多 骨材不够用 靠的是通讯软体LINE 传回台湾被裁 在那个时候我们赶快用LINE 把我们能够得到的资料 X光片赶快传回台湾 叫他们准备至少 165人分第一梯要过来 其中一部分是量身定做的 就是按照他们的X光 来量身定做的 而医疗不仅仅只是医疗 还把人文精神融入其中 慈激医者的身影 映照在当地医护人员的眼里 一举一动望闻问切 用行动传达感动 可以给我剪刀吗 有点 弯向身段跪在身旁 慈激正在医疗团医师 一边驱赶虫盈 一边看诊换药 忽悠的同时还频频说抱歉 事病如亲 看在随行服务的 尼泊尔医师尼尔蒂斯盐里 是行医以来最珍贵的一刻 31岁的尼尔蒂斯在家的满都开了两间诊所 地震之后正是伤患暴增生意上门的时机 但他这十天来宁可让自己诊所关门歇业 也要跟着台湾来的蓝天白云身影 深入灾区救人 我们这几天在灾区里面所见到的政府官员也好 或者是灾民也好 都表达一个很强烈的一个需求就是 他们对帐篷的需要更胜于生活的物质 透过视讯 正在医疗团随时把最新讯息传回台湾 以调整正在脚步 深入灾区难行能行 靠的是爱与勇气 这都是爱的能量在支持的 天天应该都很幸福 路已经走走 而且也在铺 边铺边走路 真的很感恩 因缘有成熟 不过虽然因缘成熟 最好还是要谨慎用心 无家可归身陷困境的灾民 需要的也许只是一碗温暖的热食 5月3号在尼泊尔巴塔普帐篷下 则继香机站正式开张 负责烹煮的有十位当地灾民 他们以功代赞 为赠后同样苦难的同胞端上热腾腾的餐食 30几个人里面 把年轻会英文的 又愿意投入当志工的人 编成三组 两组参加访试 然后另外一组 是神祖志工配合燕尼的志工 在上棚区煮香机饭 然后希望透过煮香机饭的这个机会 招募当地的乡亲灾民们 来培养这个煮香机饭的人民出来 吃下香机饭 令受灾的乡亲暖胃也暖心 接着香机站 每天都会在这里供应350户 大约1800人次的午餐及晚餐 正后尼泊尔的景象 依旧满目疮痍 但尼国政府在5月4号 却对国际救难队下达了逐客令 4000多名救难人员已有半数撤离 根据尼国官方的说法 目前黄金救援时间已过 当下最需要的是医疗人员 及救援物资 而这正是慈济正在医疗团 目前在做的 随着雨季即将到来 灾民的日子势必更加艰辛 生活物资的需求越来越迫切 礼敬诸佛 献花香 2015年5月10号 慈济正在医疗团 在佛陀的故乡尼泊尔 举办了御佛典礼 跨越3600公里 两国人民在此相会 没有距离 只有爱 这一天同时也带来了灾民最需要的物资 发放名册预定2800户 等着领物资的排队人潮 绵延数百公尺 只见灾民一间扛起30公斤的大米 却丝毫不觉得重 因为这是他们存活的生命之良 围棋三天的发放只是开始 未来重建的漫漫长路 慈济人将会一路相伴 尼泊尔是个山国 国土面积有十四万七千一百八十一平方公里 大概是台湾的四倍大 位于南亚山区 北边是和中国大陆的西藏接壤 而其余三面都和印度为零 深受西藏佛教和印度文化的影响 境内山巻重叠 宫光市山地的面积就占了全国面积的四分之三 而世界十大高峰中就有八座是在尼泊尔境内 尼泊尔也是佛陀的故乡 伦比尼是佛陀的出生地 不过佛教并不是尼泊尔主要的宗教 尼泊尔有八成人口是信奉印度教 而佛教徒只占了一成 但是受到了这两个宗教的影响 尼泊尔的街头经常可见到各式的庙宇寺院 首都迦德满都就有满天神佛之都的称号 喜马拉雅山 世界第一高山 它是传说中众神的住所 尼泊尔位于喜马拉雅山脚下 一个受众神壁虎围绕 也是最接近天堂的国度 尼泊尔位于中国西藏和印度之间 因此种族 宗教 文化多元 四十多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跟文化 不过受两大古文明的宗教影响 尼泊尔与八成的人都信奉印度教 约一成的人信奉佛教 西元前六世纪 尼泊尔人就已经在加德满都一带定居 是亚洲的古国之一 苏瓦阳布拿佛塔 伯拿佛塔 加德满都杜巴尔广场 都被列为世界文化一成 但这些古老文明一样受不了强震来袭 全球有六大板块 板块相互推积的巨大能量 绵延成数千公里的火环 而85%的地震都发生在板块边界 尼泊尔就位于欧亚板块和印澳板块的交界处 也是全球最著名的地震带 地中海喜马拉雅地震带上 这一地震带从印尼 金缅甸到中国横断山脉 喜马拉雅山区 越过帕米尔高原 经中亚细亚到地中海及其附近地区 而地震活动释放的能量 占全球地震释放总能量的24% 金板块推积而成的圣母峰 每年吸引千名登山客前往冒险 这次地震雪崩造成了21人死亡 短时间也冲击了尼泊尔主要的观光收入 板块边界为尼泊尔带来丰富的 古文明遗迹跟天然景观 这个闭锁的小山国 过去鲜少受到现代文明入侵 从外人来看 尼泊尔是个穷国家 尼泊尔人口有2900万人 但人民平均收入不到1000美元 而且全国有一半以上的人是文盲 赤字绿的低落让这个国家发展迟缓 尼泊尔有三分之一的人生活在贫穷限制下 是亚洲最贫穷的国家 但他们却穷得很开心 有着虔诚的信仰 尼泊尔和不丹相同 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之一 千年的古国在世界的运转中 慢慢打开它神秘的面纱 80年来的大震也正悄然地改变尼泊尔的未来 地震是大自然现象 地震的本身不会伤人 是地震导致了建筑物伤人 特别是在尼泊尔 因为建筑技术发展落后 导致了这个位在地震带上面的国家 住家房舍却几乎都是用泥土砖头所建 少用钢筋水泥 在这次的抢震中 许多骨折的病患就是被倒塌的建材所伤的 慈激的症灾医疗团在4月27号出发时 大震和台北慈激医院的两家医院院长 检手信赵有成 就是根据了以往参与国际救灾的经验 带了135万新台币的骨材 上万顿的医疗器材和药品前往 这样的判断和准备 立刻就在灾区发挥了功效 不到几天完成了165件骨折手术 从2001年的萨尔瓦多大地震开始 慈激医疗团在紧急灾难中 屡屡发挥了最大的良能 2003年的伊朗巴姆地震 2004年的南亚海啸 2010年的海地地震 到这次的尼泊尔地震 都可以见证慈激的白色力量 穿上手术衣 来自台湾的骨科医师 与尼泊尔的医师合作 开始尼泊尔震灾的第一例骨折手术 他们都是来自于慈激症灾医疗团的医师 而主导者是台中慈激医院的院长 减守性 我们会是以下肢的骨折做最主要的一个考量 那还包括麻醉科的医师 我们也一起来参与 有些器械都是从台湾带过来的 所以整体的一些状况 必须要两偏做紧密的一个配合 从台湾空运来台的135万的骨材 马上发挥了效用 一小时后第一位脚踝骨折的妇女 手术顺利完成 来自台湾的骨科医师 深夜才到达尼泊尔 隔日早上就为四位的患者 进行骨折手术的重建 一丝一毫不敢懈怠 而这一份心 也让当地的医师很感动 你们从台湾 帮助我们的医师 非常好 谢谢你们的帮助 他们都能了解 这份远从台湾来的爱 克服种种的一个困难 包括医产 那么重的医产 攜带过来 点滴他们在心头 同时在尼泊尔 一个偏远的小山村 Pico 当地的居民 正在等待 慈激医疗团队的到来 台北慈激医院的院长 赵友诚 与急诊部主任 李怡公 必须徒步走到村落 为当地的居民疫诊 一听到有医生要来 大家纷纷走告 小帐篷 马上聚集了上百人 主公内科的赵友诚 担心居民会因地震 产生的大量沉沙 产生喉咙痛 眼睛痛等症状 带了许多的药品 深入更偏远的村落 就一个长板凳 然后一个小桌子 上面摆药 那板凳我坐 旁边就坐个病人 那些去的护理师 就用站着 那那个护理师呢 就是半蹲 或者蹲在地上 帮我翻译 就这样子 从十一点半 看到一点半 外面还很多人在排队 我们都没有吃饭 赵友诚在2008年 加入此期后 也参与了缅甸的 纳吉斯风灾 跟菲律宾海验水灾 等国际症灾一诊 以前都是处于后援医疗 这次尼泊尔地震 他参与了 第一梯次的症灾医疗 感受特别不同 之前已经有 慈激志工 去了解了很多情况 包括看诊的地方 他们布置好了 什么东西都摆好了 明天就会有多少人来看 那医生是以发挥专业为主 这次是从药材 全部是自己 就是有参与 包括该准备什么药 然后还要通关 还要带过去 然后自己要去找店 健诊中心也好 行动医疗团也好 哪个医院可以合作也好 其实都是要尝试 要挫折 然后不放弃 最后终于就是 有一个方法出来 从1996年开始 在慈激正言法师的号召下 成立了慈激医师人员联谊会 从此 慈激参与的国际大型症灾 都可以看见 世界各地慈激医疗人员的 一诊参与 这两天都在为萨尔瓦多 印度的灾难在忙碌 尤其是萨尔瓦多 我们的工作同仁还在里面 现在不仅我们第一团 第二团已经进去 一诊震灾 第三团昨天晚上 今天早上又进去了 2001年1月3日 中美洲的萨尔瓦多 发生了瑞士规模7.6的强症 台湾及慈激美国总会 五位医护人员 组成勘灾小组 备妥医疗用品及物资 进入萨国勘灾救援 而他们成为基金会 首批的勘灾医疗病行的人员 在地震发生后的第三天 阵言上人立即指派 宗教室副主任谢锦贵师兄 结合美国的慈激人 率勘灾团及中华搜救总队 进入灾区 分头进行灾情评估和救难的工作 2003年12月26日 伊朗古城巴姆市 发生瑞士规模6.7大地震 全是超过5万人死亡 伊提达地震灾区伊朗卡门机场 慈激勘灾团的医护人员 随即遇到大量病患后送 在急救货后 担架上的伤者最后还是往生 为了不让这份遗憾再发生 这台勘灾车就是最现成的活动诊所 28日 当时花莲慈激医院 急诊部主治医师郭建中 和副护理长涂秉序接获通之后 第一梯由台湾医护人员 组成的慈激正在医疗团 一行8人抵达伊朗灾区 并携带12箱的外科用药 抗生素 肠胃止痛等药品医材 及100个家庭医药箱 跟随着看灾车 在巴姆为伤患进行活动式疫诊 我这边最常用的一个治疗方式就是 多喝水 因为那边尘土飞扬 风沙很多就是有喉咙痛 慈激医疗团第一次由台湾出发 医疗上大多是以药品为主 地震当日所发生的骨折 等专业性的重大外伤问题 较不能马上处理 而随着慈激的看灾巴士 随叫随到的医疗服务 另外也规划有医疗专区 每到一定点 志工们会沿着帐篷发放物资 也将需要医疗服务的灾民 带上车诊疗 在巴姆的14天一诊中 这部勘灾巴士 总共服务了200多人 包括肠胃病 呼吸道感染 心脏病 擦伤等病患 2006年5月 印尼日热市发生规模5.9地震 前来日热支援的外国医疗团队很多 但普遍都面临了 当地外科手术设备不足的窘境 甚或无功而返 而慈激从台湾及雅加达医疹中心 吸来外科器械 当时任大林慈激医院的副院长 检手性 即刻在当地进行手术 开刀房这里是先用他们的产房 那也开了一刀 但是问题还是有一些状况 我们必须去试 这一次也是慈激国际震灾史上的第一招 医护人员直接在灾区为病患开刀 谢了 谢了 辛苦辛苦 正式交班结束 辛苦辛苦 加油 加油 在那样困难的环境之下 团队合作的精神相对就重要 所以医护之间的一个合作 是比我们要来得好 不会说这个就是医师该做的 这就是物理人员该做 不会 大家一起努力把病人照顾好 从2003年伊朗巴姆大地震 2004年的南亚海啸 2006年印尼日耳地震 到2011年海地地震 再到2015年的尼泊尔地震 每当遇见天灾 此季累积了丰富的经验 走在第一线及时为当地伤患救治 而后但不同的灾难 不同的灾难 我觉得医师团可能都要多少要参与 才可以在最快把第一时间资讯明确 让第二个梯队很快来参与 是该什么样的人 什么样的东西 什么样的技术能够进去 这同样是尼泊尔 此季和尼泊尔的缘分 其实早从22年前就已经开始 1993年的夏天 尼泊尔雨季来得又大又急 尼泊尔的中南部和东部 村庄一个个淹没在这百年一遇的洪水中 9月份大水逐渐退去了 而此季的看灾团走入了灾区 看到的依然是满目疮痍 家毁了 居民只能够齐身 在这样子像用简陋的帆布和树枝 搭建起来的棚子里 从水患里面抢救出来的衣服棉被 很可能就是他们仅有的家当了 而连这样能够稍微地躲避风雨的帆布 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的 此季看灾团就遇见了一位婆婆 她渴求地问 你们能不能够给我一块塑胶布 听了实在是令人鼻酸 1993年 此季才刚刚迈出了国际震灾的脚步 无论是国际援助 还有社会的风气 以及救灾的经验 都和现在不可同日而遇 但是此季人同样的是难行能行 不到两年给了灾民比一块塑胶布 多得更多的安身之处 同样在尼泊尔 六月向晚的阳光 把归星四季的身影拉得更长 两年来齐身捡漏帐篷 甚至露宿街头的灾民 拿着钥匙和权状 迫不及待地寻找属于自己的那一户 头上顶的就是全部的家当 曾经惊恐的童颜展露笑脸 大水没冲掉的脚踏车 小心翼翼地牵在手上 老奶奶带大家参观新居 看到微雨设备笑开了 默默兼顾的门窗 一直说再也不怕大雨侵袭了 怕了大雨侵袭 因为就在1993年的雨季 尼泊尔历经一场世纪红患 那一年的七月 大雨下个不停 河窗溃堤淹没许多村庄 八月大水又来 数十万人被迫远离家园 喜马拉雅山脉下 已是独立的佛教古国 原本精密的生活 历经水患摧残 33个县上千人丧命 40多万人受灾 9月慈祭接受盟葬委员会请托后 马上召集会议进行评估 第一梯勘灾成员 随即踏上勘灾之路 勘灾团队包括两位近似金社师傅 慈祭基金会社工和秘书处人员 慈祭职工吴天福 以及盟葬委员会推荐的翻译 甘地尼泊尔的第一晚 随即进行会议 也让人见识到 当地电力不足的窘境 但点起蜡烛 会议没有中断 反而是当地代表 希望慈祭直接捐款 慈祭坚持重点 直接尊重的原则 理念和方法的不同 困住了勘灾行动 经过反复沟通 第三天 慈祭人才终于获准进入灾区 9月尼泊尔语季刚刚结束 进入秋天 但随处可见的积水 让尼泊尔今年的秋天 显得更加萧涩 灾民满腹心酸 但有衣有备 有简单餐具可用 都算是好的了 泥泞的道路 有车也行不得 许多地方还得涉水而过 浑浊的泥水 灾民用来洗头 原本就清贫的生活 灾后更加简陋了 22年后 尼泊尔再度面临剧烈天灾的考验 7.8的强震 随着死伤讯息不断传出 台湾花莲景思经社 在隔天立即成立 震灾协调中心 分工掌握情况 踏出震灾的第一步 就一波三折 但是没有人放弃 15位团员各有使命 考量外科商患多 从台湾前来的第一批成员 就有4位11生 其他还包括 国际慈善经验丰富 鲜熟南亚的 马来西亚职工刘继 擅长沟通协调 争取当地支持的 此籍发言人何志生 尼泊尔伊美籍志工达麦 开路先锋人数不多 但个个都得披荆斩棘 时间回到22年前 堪灾成员更少 当时慈禧人 主要的国际赈灾经验 是1991年 为华中华东灾民盖房子 尼泊尔灾民同样需要一个家 但语言文化背景不同 考验接踵而至 除了亲自看灾 直接建房 一一寻地找包商 在尼泊尔都是前所未有 此籍人只能不断拜访说明 终于获得信任 当年年底 汉尼国政府完成签约新建大爱屋 隔年二月第一批大爱屋动工 当地人参与盖新家 45度的高温下 没有人寒苦 包括妇女都拿着炒锅装水泥 网头上一顶 载重的搬运都难不倒 我想由镜头上面这个画面 就可以知道说 我们整个这个 实际的救济方案 为当地带来很多就业的机会 他们的排水沟 它实际目前是暂时做到这个进度 而合作的包商 是此籍人一一拜访确认 有了默契和了解之后 他们甚至愿意在 没有收到款项的情况下 先完成30%的工程 赈灾渐入佳境 累积了丰富的经验 2015年的赈灾医疗团 一开始就让此生的脚步 与当地政府密切合作 在前往距离加德满都15分钟的 巴塔普勘灾时 职工特地拜会了市政府 此籍提供已公待正 鼓励灾民站起来 也让堪灾 赈灾更加顺畅了 这些人来的今天 我们就让他们分组 到不同的社区里面 去帮我们收集赈灾的名单 而且这些分组之工 不只是这一次帮我们收集名单 我们未来的发放 这些也将是我们的一些种子 不论是慈善或医疗 有了当地政府和民众的认同与帮忙 受灾民众获得奥远的日子 也就更近了 早年赈灾凭借的是一面背心 用时间展现诚意 为国提供土地 我们提供建屋的资金 共同合作 我们诚心的希望 每一位受灾人民 注尽新家园之际 建立新社区的生活规范 保持良好的环境 及卫生习惯 而成为全县区 以及甚至于全国的 新社区的一个模范 此季为尼波水患灾民新建的大爱屋 第一批动工半年后就交屋 总工期16个月 在三个县 四个村等重要的灾区 圆建了1800户 每一批大爱屋交屋典礼都很慎重 当地官员 合作厂商 都是爱心见证 当然最高兴的 就是这一张张 等待搬迁的脸庞 2015年尼波尔强镇 赈灾医疗刚刚开始 广布全球的瓷器职工 从各地出发 瓷器人得以快速进到灾区 多年的赈灾成果 让瓷器获得印尼军方奥元 让赈灾物资 可以在灾后混乱的第一时间 送达需要的地方 现在已经有台湾的帮助 他们已经搜尾了 之前已经看见 他们已经看见 什么需要在哪里 像盐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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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需要 餐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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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 那就是最重要的 我们要求我们先 先接下来 因为这些地方 如果能不能再多 我们能再多多 印尼军方运来这些大帐篷 灾民生活空间变大了 小姐妹也因此有了心情打扮 在台湾这端 后援物资不断准备着 赈灾人员也依序分梯接力 每天的视讯会议 让在台湾的赈灾协调中心 和灾区临时差 灾区需求 讨论和决策 透过科技能为每一位灾民 多争取一分钟 千万灾民就是千万分钟 救灾不能等 难行不放弃 尼泊尔 观光客眼中的世外桃源 文明世界里的佛教古国 几场的连续暴雨 几秒天摇地动之后 人间仙境马上成为灾民的炼狱 这只是一个借境 同样的事发生在哪里都一样 就在尼泊尔强镇的一周前 大约有五十位来自于全球的地震 与社会科学家才齐聚在尼泊尔的首都加德满都 商讨如何因应大地震 可惜缓不济急 灾难总是说来就来 天灾地变从古至今没有停过 慈激人用爱填补 无论灾难发生的地点有多远 不论种族 宗教 慈激人都努力 走在最前陪伴到最后 一次又一次经验的累积 慈激赈灾动员越来越迅速也专业 因为亟待伸缘的手不能够等待 走在最前总是要披荆斩棘 无论有多困难 慈激人难行能行 只因一份不忍人之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